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大陸公益組織長沙赴能法律機構的三名成員 被中共抓捕已經超過一個月 但是家屬聘請的律師仍然不被允許會見當事人 8月23號 被抓人是成淵的妻子發消息說 長沙國安上週給他看了一段 他們錄的成淵的視頻 他說 視頻中成淵銷售面色灰暗 說話有氣無力 陝西人權律師常偉平的原職業律師事務所被註銷 他需要在半年內轉到其他律師樓繼續職業 否則會吊銷執照 但他在當地轉所受到當局干擾 頻頻受阻 5月16號 他向異地的浙江省司法廳 提交了轉入浙江左契律師事務所的申請 但也一直不獲辦理 8月22號 常偉平將浙江省司法廳起訴到法院 深圳民主人士林生亮 因在推特上說 計畫發布中共惡人榜 並在微信中批評中共 去年8月被抓捕 今年4月 案件在深圳市保安區法院開評審理 8月23號 維權網報導說 法院日前宣判 林生亮被以尋釁滋事 判刑兩年 上海人權律師鄭恩寵8月23號 在上海長征醫院急診室看病時 遭上海健安分局警方傳喚 治療被迫中斷 據說 警方傳喚他的理由是 他親戚家的出租房偷水漏水